去年法国世纪民族 Roy Hobchon 辞世 而他在全球获新无数的 米其林同名餐厅 在各地还是受到 许多高端顾客的支持 因此全球侯不雄法式餐厅 仍一群传统 每接近年底 就会举办围棋一周的 侯不雄 Week 星光周餐会 位于台北保力广场的分店 纪念满十周年 担任侯不雄全球主厨 首席指导的Eric 就带领法国侯不雄团队 并同步带来 侯不雄台北店 新任女主厨Florence 上任的最新消息 这样你会跟我 看出这个菜式的装饰 然后Florence 也欢迎来台北 Florence是一位女主厨 这位女主厨是一位 Roy Hobchon 因为Roy Hobchon 想在她的煮食 有一个女主厨 此次有首席指导主厨Eric 带领新任主厨Florence 共同呈现星光燕菜色 纳入台湾顾客 曾反映在菜色喜好上的意见 套餐也特别设计一道 台湾区独有的菜色 只有这里吃得到 此次星光燕以正值产季的白松露为主轴 贯穿套餐菜式 午餐自集日起至11月17日 每套4680元起 而晚餐则仅供应 11月16日17两场 每套15800元起 部分菜色也包含过去在侯布熊较少见的创意 例如运用花生酱与油醋制作的酱汁 和海味鲜明的龙虾与白花椰菜搭配 在线袍上白松露 甜味更有层次 也涂显出顶级食材的特色 新主厨Florence 2005年曾在侯布熊集团任职 5年前也曾受聘于台北文化东方酒店 对侯布熊坚持的发式风格 或台湾市场都不陌生 新光州餐会与 新任女主厨的双筹卖点 让不少韬客已经迫不及待一场 如今新光州餐会已售出八成以上座位 仅剩11月16日晚间的 吧台座位区可定位 让人看了也想感受一下 新鲜的魅力呀